设时数AB,满足A加V等于6,A乘B等于8,求下列各式的值 我们来看第一小题,A平方加V平方等于多少 我们来计算第一小题,那么A平方加上V平方的值 那么题目给我们A加V跟A乘上B 那么因此我们就把这个式子写成A加B整个的平方 再减掉两倍的A乘上B 所以就等于A加V,题目给我们来是6 所以16的平方减掉2乘上A乘B是8 所以就得到是36,那么再减掉16 计算结果我们得到这个值就等于20 我们来看第二小题,A三次方加V三次方等于多少 第二小题我们来计算A三次方加上V三次方的值 所以这个值我们可以根据公式 意思也就是说我们得到是A加上B 那么再乘上A平方减掉A乘上B 再加上B平方 所以就会等于A加V的值是6 那么再乘上,这里有一个A平方加上V平方 我们在第一小题计算出来是20 再减掉A乘B这个值是8 所以就等于6乘上20减8,我们得到是12 6乘12计算结果我们得到是7,12 我们来看第三小题 A平方减V平方等于多少 第三小题我们来计算A平方减掉V平方的值 那这是平方X,我们就利用平方X的公式来展开 所以就得到是A加B 那么乘上A减掉B 那么所以就等于A加V,题目给我们是6 再乘上A减V这个值 那么因为题目没有给我们 那么因此我们就在底下这边来计算A减V的值 那么因为我们要计算A减V 所以事先我们就把它平方 那把它平方之后我们来跟A加B 那么整个平方来做比较 所以这里减掉4乘上A再乘上B 所以就会等于A加B 题目给我们是6 所以得到是36 再减掉4乘上A乘B是8 所以等于36减掉这个是32 计算结果得到是4 A减V的平方是4 那么因此我们取它的平方根 也就是A减V 那么就等于正负更好事 所以就会等于正负2 那么因此A减V我们计算出来 是等于正负2 所以乘起来结果就会等于正负12 所以第一小题A平方加B平方的值 我们计算结果得到它的值等于20 第二小题A三双加B三双的值 我们计算结果得到它的值等于72 第三小题A平方解B平方的值 我们计算结果得到它的值等于正负12 这个就是我们的答案 我们下期再见 我们下期再见